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光是这一点 包括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两位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川普进行了第一次辩论会 第一次辩论会当中 中国也好像看热闹一样的 也报道了一些信息 但是有一段话是川普说给拜登听的 但是那段话被中国官方给引去了也没说 川普说拜登拿着中国的钱是中国的傀儡的候选人 甚至叫他是满洲候选人 不是美国候选人 所以这段话中国媒体一句话都没说 因为涉及到了跟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关联 第二呢 包括一些对华一些政策呀 贸易方面政策 中国官方也没提 那其实现在除了美国就是官方 对中国有这种贸易的一些政策之外呢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很多新闻当中 就美国一些盟邦 一些盟国 也开始对中国有一些税收的一些加码 你比如说这次好像说印尼 对中国也开始祭出一个邪帽类的一些产品啊 好像要祭出百分之两百的一个关税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就现在美国的这一波 对中国的关税的打压呀 已经不限于美国本土了 就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国 一些友邦 不是盟国 不是友邦 亚洲的国家持有它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去加税 这都是一些有可能的 这是贸易行为 贸易美国和欧洲也打不这样的战争 美国和日本也打过这样的战争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你愿意加税 我就说明 要么为了保护我的产业 要么是你的春秋对我伤害大大 很多很多的原因 美中关系如果光是关税呀 这个东西它好办 就是你 你只是说未来 非洲的人都开了电动汽车 美国人不开中国的电动汽车 或者美国人自己生产自己的电动汽车 这都是不是根本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美国和中国的政策 中国现在就努力想配合这个办论总统 能让办论总统感觉到我们的打击还是有成果的 我们教他还是有成果的 集中暴击送这个废话移民 就是两国元首之间的 确定下来要合作的一个范围 一个领域 中国似乎是想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来软化美国的这种敌 但是我觉得软化不了 为什么软化不了呢 中国的这种情况 我们天天批评 批天揭露 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 但是从整体的发展的实力来讲 这个方向没有改变 他哪怕是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这种体量是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在短期之内比的 无论是印度日本还是法国巴黎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所以美国的基本认定 按照坎贝尔的说法和其他人都是这么说 就是中国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要从经济上政治上全方位的 挑战美国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国家 有意愿有能力 没错 有意愿有能力 那美国他哪里受到了这种气啊 美国从这个当年摆脱这个英国 对吧 把英国也干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母国现在英国跟美国来讲实力根本没办法比 对吧 美国的这些移民都市主体啊 或者重要的部分 这个是从欧洲来的 爱尔兰 爱尔兰呀 这个德国啊 什么国家都有 但是你就看看现在美国 比他们的这些美国人 这个后裔比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国家都强大很多 对吧 冷战的时候跟苏联干了一把 结果呢 美国取得了胜利 这个 然后三十年来 美国推动了这个新技术的发展 然后在全球建立了这么多军事基地 然后是独一无二的霸指 不像冷战的时候他跟苏联是两个霸指 所以呢他把他这边搞得很好 把苏联拖垮了 或者是苏联自己垮掉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中国 他也不是苏联 他也不是德国 他也不是日本 而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而我在十年来以前我就是 讲出了一个观点在美国国会组政集中也讲了 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的崛起 美国很难对付 因为他不是传承上的德国 也不是传承上的日本 非常非常难 因为他虽然一方面是有意识形态 讲一大堆 但实际上 老百姓也好 整个的社会阶段也好 最有忽略的是私营经济 最有忽略是大家在拼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拼命想把企业做大 做强 甚至做到世界各地 那这种趋势如果不改变的话 美国就没有安全感 哪怕是这个国家走向了民主化 哪怕是这个国家的 怎么怎么样 只要这个国家挑战美国的 这种战略地位 这个国家就对于美国来讲 就是你是竞争对手也好 你是敌手也好 你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东西 所以下一届 现在无论是原来拜登总统上台之前 大家都寄希望它能够软化跟中国的敌对关系 结果没想到很多事情它比川普还要硬 还要硬 下一届会更硬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打击没有什么效果 对 川普的贸易战也好 老半人的接触竞争也好 实际上没有真正改变 把中国打趴下来 如果中国打趴下 美国就可能就寻找一个水上来挑战 看不到啊 印度还有好多年之后 那个时候如果印度起来了 美国再去打印度 基于这种原理的认识 抱歉 这个美中关系好不了 甚至呢 美国如果认为你这个打压还不行 我就要采取硬投稿的方式 什么叫硬投稿呢 我自己受很大的伤害 要不你打趴下 要不你打趴下 美国的战略目标现在就是 要打击中国 就是要打击中国 所以华盛顿的是 跟他们讲的一个人狠 一分填膺的 一分填膺的 当然他们也分开了 说我们打击的是中国跟的党 不是中国 对 中国老百姓一看就傻了 中国跟的党不就是中国吗 对不对 这两年就是白宫很多官员 喜欢把中共跟中国人分开 而且特别强调一定要分开来看来 包括这次拜登 川普跟拜登在第一次的这个正面交锋 辩论的时候 川普很多次特别强调 说拜登你对中国太软弱了 太软弱了 我来上来更硬 对 我认为有一些人会比 比这个现在办的更硬 但是川普到底有什么东西来硬 如果川普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那他未必就硬到哪里去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真正对中国硬的话 他也会受到伤害 你很多利益是捆绑在一起 很多是利益捆绑在一起 而且你都搞不清楚了 你以前说凡是中国来的 我都要堵住 没问题啊 但是问题是你从墨西哥来的也是中国来的 对 从越南来的也是中国来的 未来从中东来的也是中国来的 因为中国就是这种民族也好 这种族裔也好 他就是天生有做生意的这个 全世界开厂子 全世界开厂子 他根本不是说中国制造了 有些人比较讨厌中国制造的人 说哎呀我终于到店里面买了 不是中国的产品 越南造的 马来西亚 印尼 后面就是老板 中国厂子厂子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改变 对 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可能有它的特性 有些国家的民族就是特别会体育 音乐 有的是很能够打球 很厉害 但是金融很厉害 但是你从前面做生意来讲 中国确实是居士无双 而且很有这个游击队的风范 就是在这个地方做 他突然闻风而动 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受到 某些贸易战的冲击 赶紧搬地 对对对 根本不让政府跟你下命 没错 闻风而动 早就走了 你看我们一些朋友 在十几年以前 他就在东南亚开工厂 我就说你这个工厂 到底是中国的 还是这个 这个什么地方 他说人嘛 在开始是中国人去开的 当然你从法律来讲 完全是当地的公司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所以美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把中国打趴下 这个需要好好讨论 我只看了他们开了很多这种智库的会议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针对性其实都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是人类历史上可能最艰难的一次 竞争或者是打的冲 中国能不能突破这个围堵和打压 做得比美国好好 现在大家基本上是欢迎的 基本上是欢迎的 不太相信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美国能不能真正成功的阻止中国的这种发展出世 好像很多人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我觉得 未来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 其实全世界都是美国化 对 而不是中国化 没错 美国应该有自己的一些自信心 因为你到上海到北京 到深圳或者是到香港到台湾 人们的更多的生活方式 更多的价值观 甚至喜欢的消费的产品 都是美式的 对美式的嘛 虽然中国也有很好的咖啡店 所以运行咖啡非常好 但是 星巴克在中国也好几千家 没当了在中国也上万家 好像是有 将近万家了 那 还有一个肯德基 对吧 肯德基听说在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的这个数字了 对 对吧 美国人看这个 中国的电影应该是少很多吧 还是中国人看美国电影好很多 没错 那中国大家说 为了要走向专制 更加专制 我们一定要专制 我们这里专制 没有嘛 你为了还是要走向民主化嘛 你不走向 民主现在已经很多问题 我们天天谈民主的问题 但你告诉我专制 专制没有问题 专制有希望 你觉得中共这一套有希望 美国应该有自己的这种制度性的自信 没错 现在美国就是有些东西吧 做的就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打吧也打不到痛去 打了对方一下自己还痛一下 这不行 美国的强大是它的开放 它的包容 它的创新 它真正的一种自由的魅力 你只要想追求自由 追求幸福 追求平全 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 对 而这种价值观这些年是 越来越多的国家是这样 虽然民主选举出了问题 欧洲出了问题 美国出了问题 亚洲出了问题 但是没有英雄子 而感觉到 哦 我们去搞专制 没错 对吧 就是有人说 这个家伙是极左 这个家伙是极右 但是这个无论是极左和极右 它都无所顾忌 可能吗 不可能 它还是受制于法治 还是被媒体所批评 你说我们四年以前 美国的媒体 普天各地都是批评这个川普 说川普的白宫怎么怎么样 现在普天各地都是批评拜登 这就是美国的价值 也没有说美国乱得一塌糊涂 你不看美国媒体 你根本不知道美国发现了什么事 因为它不会影响到老百姓怎么样 对吧 但是在中国如果毛主席是死了 那中国老百姓都是觉得世界末日到了 听到它了 听到它了在美国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吧 顶多表示一下 斗孽之一啊 就拉倒了 我觉得 美国缺放自信心 缺放对中国的正确的了解 美国华盛顿有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 但是远远远远远不够 跟中国政治要交手 政治要形成竞争关系 如果良性做得比较好 我觉得是人类最大的福分 没错 为什么最大的福分 因为 通过这种竞争也好 通过这种比赛也好 通过这种比赛也好 它会使彼此弄得不好 都会有一种彼此的提升 对 美国也有个提升 中国就根本应该会提升 如果是一种灵活游戏 我非得把你打趴下 我觉得美国要把中国打不趴下 但是中国也取代不了美国 不可能 我认为根本不可能 除非你更像美国 那你可能会取代美国 除非你比美国更好 对 你更像他 你能超过他 对对对 如果中国有一天 比美国更明智 而且明智品质更好 对 尊重人权比美国更平权 对 法治比美国更好 法治 我们希望中国是这样 嗯 我希望有一天证明 我们两个人都说 哎呀 我们傻了 当年怎么会跑到美国来了 留在中国多好啊 对不对 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忏悔 对吧 希望美国超过中国 希望中国超过美国 那就是美国的福分啊 对不对 说明美国的价值观 已经骗不到全世界各地了 没错 但是你要硬去打压 硬去对抗 也对抗不了 在亚洲 虽然有台湾问题 虽然有菲律宾问题 虽然有菲律宾问题 我就相信 两国不会打起来 嗯 因为不可能战争 对 不可能战争 这个战争就是地主要毁掉了 嗯 地主要毁掉 你有了这种边界以后 你就会在台湾有基本的信心 对 也有基本的边界 嗯 你在菲律宾有基本的信心 也有基本的边界 你看菲律宾和中国这次冲突 中国就太过分了嘛 对不对 把别人还搞伤了 对不对 欺负一个小的国家 嗯 但是你菲律宾老子也想一想 你觉得美国真正会保护你吗 你会启动这个 美非的这个安静条约 对不对 你不个人嘛 对不对 所以你菲律宾老子也清楚 但是反过来讲 中国你老子也清楚 你不要像一个霸主一样的 你把地图看一看嘛 对不对 那么一块地方 中国南东海都是你中国的 对 取一个名字在拿中国海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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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洋 叫印度洋 那都是印度的 那都是印度的 这东西共同 各自主权 共同开发 这也是中国提出来的 中国应该遵守这个东西 没错 而且中国应该往这个方向推动去走 对吧 这些东西你只要是菲律宾 印尼 越南和中国就南海方面 还有马来西亚 能够和平处理 对台湾不要那么居高临下 去取责台湾 去判人家死刑这种东西 那我觉得只要不发生战争 中美之间五十年 中国是赶不上美国 那五百年呢 也可能会赶得上 对不对 只是我们看不到 但是首先你要改变 就是你不能一直当骗子 你得诚信 你说的话你得做得到 你不论是对国际上的一些承诺 还是对于本国民众的承诺 你说到做到 不论你时间长短 你一直往那个方向去前进 去努力 你总能做到 第二个呢 你得是一个崇尚文明 讲究文明的人 你不能老是去诋毁别人的文明 当人家的文明跟你的意识形态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就把人家说的一文不值 把日本说的一文不值 把美国说的一文不值 这就是一个很下注的状态 第三个呢 就是前不久我看了任正非 他有一次在华为内部讲话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中国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 其一就是环境不一样 他说首先美国有乔布斯 中国能够允许乔布斯生存下来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人家会生死下来了 人家会也是厉害角色 所以中国很多精英是很清醒的 他看得清楚中国 他们在中国他们图的是什么 他们向往西方 他们认识的西方是什么样的 他们真是知道西方国家的文明程度 在环境 在法治 在体系 要高出中国很多很多 对 西方仍然是中国的老师 也是全球南方的老师 这一点 只会有一天你已经超过西方 你用事实来证明 你现在还差得远 中国就是一个高铁就开始交起来了 你这是美国的地带 几百年以前就有了 对呀 你最近十几年都开 你叫先前 而且都是学东家学西家拼凑在一起 对呀 也是好的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我并不否定 但是就是说 你能不能少一点暴力之气 多一点点谦卑 多一些敬畏 对文明的敬畏 对法治的敬畏 对 你西方至少从法治自由 这个角度来讲 那就不知道中国要进步多少 你看我批评英国很多次 我结果有一次跑到英国去 我一看到警察 警察都不看我 哈哈哈 他根本不在乎 他没必要看你 对呀 顾海关的事一秒就过去了 对呀 问他不问你 根本不理你 对 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法治的国家 一个社会当中 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 他在这种健康当中 他有很正常的情绪的表达 他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他可以很正常的表达 对呀 我批评英国 我并不等于不喜欢到英国去玩 对呀 对不对 我就说英国你们偷熬错了 或者是英国这个这个 你们的政治搞得太极端了 对吧 等等等等 这个东西我在美国也批评 全世界骂美国骂的最大 就是美国的媒体 对呀 对呀 美国的媒体整天揭露总统的问题 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就是哪一天 中国也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 对 否则的话 你现在说超美超什么 你以为你都上几天 这个太空 或者是这个都几辆 这个地铁 或者是都这个 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 你就是非常好 这个你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好 但是你 你也想一想 你比美国差距有多大的地方 太多太多 对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节目的全面细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